陸委會發布第三季中國大陸情勢報告指出 隨著選舉接近 對岸針對台氣查稅 貿易壁壘以及農產品和觀光等議題 進行明顯的政治操作 已經加大競選力度 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招數 可以修飲 我們倒是要提醒一點 一到選舉 選舉一到 民進黨加緊 就會加緊使出各種的傲步 謀取選舉的利益 國來辦在例行記者會上反駁戒選指控 但顯然對台灣的選情也密切掌握 對於賴清德上媒體專訪時說 票投民進黨青年上戰場 是親中政權的大外宣 他如果當選戰爭風險是最低的 國裁判對此毫不客氣做出回應 一個台獨工作者說這種話 大家能夠信嗎 如果傳言屬實的話 這兩個人湊成雙獨組合 獨上加獨 對台海形勢意味著什麼 這種政治的口水 老共常來都 常年來都不缺 我們也不需要特別的對他的口水 他要再去做什麼樣的回應 重點是在於說 他具體對台灣的這樣的一個威脅 此外針對徐春瑩事件 引發的雙重國籍爭議 國台辦抨擊陸委會的說法 是赤裸裸販賣兩國論 至於藍白河最新的協商進度 國台辦沒有正面表態 只說注意到了相關報導 TP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臨時報告 會不會發生的 會不會發生的 我們在這兒的新聞內容